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斗南花卉市场 那么现在花卉市场里有哪些鲜花属于明星产品正在火热销售呢 刚走进鲜花市场便闻到了一阵淡雅的芳香 走进一看原来是茉莉花 茉莉开花时鲜花洁白 绿叶秀丽 而且花香持久 除了芳香四溢的茉莉花 市场上前来购买桃花的消费者也不少 人们常说桃花开运气来 一束桃花满亭春 还有这种酷似小铃铛的花叫风铃花 这种花不仅具有观赏性 而且开花时间较长 记者发现在斗南花卉市场里 不仅有品种丰富的中国鲜花出售 而且也有从世界各地进口而来的鲜花 销量也非常好 赵群珍在这个市场从事进口花生意有五年了 他向记者介绍了一种叫火龙珠的花 是从埃塞俄比亚进口而来的品种 寓意十分吉利 这种模样讨人喜爱的火龙珠 一把售价在三十元前 相对于国产鲜花来说 价格略微偏高 但赵群珍告诉我们 在这里最贵的还不是火龙珠 而是来自南非的帝王花 地王花个头巨大 高贵又鲜艳 很多花店的批发商购买它回去做花束 价格也能从六十元加价到八十元左右 在鲜花市场中 荷兰的进口花种类也比较丰富 来自荷兰的贝母花 是今年第一次到货的新鲜品种 因为稀有 所以现在价格很高 每只合下来大约在三十元左右 除了贝母花 还有这种明显跟中国勺药 不一样的荷兰勺药花 这个是四十一只 它开花出来是很大的一朵 有白色和这个粉色的 勺药温婉美丽 虽不如玫瑰一样艳丽 但是也是一种象征爱情的鲜花 在婚礼现场 很多新娘会选择用勺药来当手捧花 虽然多数进口鲜花价格昂贵 但是也不乏有价格适中 性价比较高的品种 这个是哥伦比亚的进口白花 这个现在是14块一只 草顿它做婚庆 它就选择这个 婚庆的话是绣球用的比较多嘛 绣球系列 白色的绣球花也是婚庆手捧花的主要用花之一 据销售人员介绍 这种白绣球一个月的销量就能有5000到6000只 虽然绣球花多作为婚礼手捧花的用花 但是说到代表爱情的花 我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还是玫瑰 玫瑰花历来也是节日用的主流鲜花 现在随着玫瑰品种和颜色的日益丰富 玫瑰的用途也是越来越多 用量也是越来越大了 不仅在新鲜花中表现明显 而且还有了新花样 永生花也叫保鲜花 是使用自然界的真花制作而成 永生花保存时间长 花朵长期可以保持新鲜如初 是最近两年的明星产品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 人们对永生花的喜爱 源于对珍贵事物的喜爱 和对珍爱的永久追求 这款由六朵红玫瑰组合而成的永生花 颜色鲜艳 枝干粗大 极具观赏性 但是价格也比鲜花高出了不少 我们批发价就大概在750左右 因为它保存时间比鲜花的要长 就像我们说的 你摆到客厅里面 一束鲜花它最多能坚持一个周 已经生命周期算很长的那种 但是永生花的话 它如果摆到客厅里面 它就能保存两到三年时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永生花也是有寿命的 并不是真正永久的 只是它的观赏时间比鲜花要长了不少 除了鲜艳的色彩可以维持两三年不褪色 永生花更像是一件花朵工艺品 永生花的制作也比较复杂 首先需要将玫瑰原本的颜色退去 然后再人工着色 这样会使花的颜色更饱满 也可以调配出更多颜色 从鲜花变成永生花 前后要经过十多道工序 任何一个颜色的话 我们都要经过漂白 漂成那个白色的 然后我们需要什么颜色 我们再调成什么颜色 永生花对原料鲜花要求比较高 而且制作工艺也非常繁琐 因此价格也要比鲜花贵出很多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将于本月29号开幕 这次试园会规划的四个室内展馆 分别是中国馆 国际馆 生活体验馆 植物馆 其中生活体验馆打破了一个场馆的传统格局 被打造成了一个空间开放的展馆群 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在生活体验馆的入口处 规划了一片开阔的麦田 现在把麦子种下去 等到开圆的时候 大概能长到15公分左右 整个162天的会期当中 游客可以看到农作物的成长成熟 感受到春耕秋收的快乐 除了麦田景观以外 我们在屋顶上 还有四个特别有意思的屋顶花园 这四个屋顶花园的主题 分别是果菜 药 茶 用这四种中国传统的这种 农耕的这种作物来体现我们的这种农耕文化 农耕文明 像这个园子就是一个茶园 东南西北的人都爱喝茶 各地都有自己的茶文化 所以说我们希望利用这一个园子 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的茶文化 然后向外展示出去 有四十十万物 生活体验馆到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园艺文化的美 和现代园艺科技给生活带来的美好变化 展馆由16个27建方的单元模块构成 迁墨交通 鸡犬相闻 这里更像是一个开放的北方村落 村落内部的街道两侧采用的大部分是透明的玻璃木墙 让游客在外面也能轻易地看到展馆内部的展示 而在外里面的选材上 则体现了十分着朴的风格 外墙上流出的空隙 为的是让阳光能够透进屋子 形成斑驳的投影 用了四种材料来表达我们北方特有村落的一种气质 它有青砖墙 有从旁边的硅河里边捞出来的鹅卵石 做的石龙墙 然后前面是夯土墙 木戈山墙 让人在这一待就是 我是北方的农村 而不是南方的农村那种气质 北京试园会规划面积达到503公顷 其中中华园艺展示区占地25公顷 全国31个省市区及港澳台地区 都在这里建设了自己的展园 展现各具特色的园林和园艺 中华园艺展示区 位于北京试园会山水园艺州的东侧 这里浓缩了中国各地的园林精髓 既展示了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又体现了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因为咱们2019北京试园会的级别是A1类的 各省在建设过程中 也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基本上能够呈现出当地的文化地域特色 民族风情 包括把本省的特色植物 很多尤其南方的省市 把自己的特色植物都运到了咱们园区里头 这里是江苏园打造的秋季景观区 玉堂富贵 银杏是江苏省的省树 这棵胸近60公分 贯服10米的银杏树 有150岁了 整个江苏园 从本省已在大型桥木80棵 像这样的百年古树 就用到了5棵 作为主办方城市展园 北京园的面积最大 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 展存方案 从2017年春天开始筹备 一直到2018年的4月底 才最终敲定 夏天还挺大的 因为毕竟本土作战 再加上确实是施工咱们的要求很高 所有韩白玉胶壳全部都是纯手工胶 这胶什么样的花 花有什么讲究 一扇花壁有多少片荷叶 荷叶上有几滴露珠 咱们中国的传统工艺上都是有讲究的 石是中国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31个省市区及港澳台地区 还向北京诗员会捐赠了代表 各地不同地理风貌和文化内涵的展示 这些展示围绕着中华园艺展示区中心的 同行广场 同行广场中央的浮雕 雕刻的是24节气 首尾相接代表一年四季 到了晚上的时候 这里还会通过灯光效果 营造长江黄河的即视感 同行广场 意义着中华民族同行同德 砥砺千行 今天清明节 在和平年代 公安民警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了 每当看到公安民警舍身忘死 感人肺腑的事迹 我们都深受感动 每当听到公安民警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 赴汤蹈火 流血牺牲的消息 我们也会深感心痛 接下来我们通过公安部提供的一个短片 一起来致敬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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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这些英雄们致敬 除了公安民警 消防员也是和平年代里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面对突发的险情 他们义无反顾地面对危险 即使在陪伴家人的时候 只要接到命令 也是立马去拯救那些 他们不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逆火而行 冲锋在前 为了守护人民 他们不惧生死 他们的生命定格在最灿烂的年华 兄弟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都很想你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位消防员 消防员的工作很特殊也很忙 但是每年他总会挤出一点时间回家一趟 因为在那里有他割舍不下的电影和情怀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消防员陈雷的生活 陈雷的家在距离单位80公里外的邢台市区 陈雷说尽管按照制度 每半个月可以回家一次 可自己真正回家的次数却很少 陈雷的母亲董淑珍 现在一个人居住在一个消防队的隔壁 这个消防队是当年陈雷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陈雷的父亲陈新文 曾经是邢台消防支队副参谋长 1993年2月22号 陈新文很不幸地在一起消防事故中牺牲了 当时回来以后出的上 有包了一半的饺子 差不多有半壁饺子 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 然后已经出事了 你问我妈吗 当时我没有问 不敢 对 一个想问又不敢问的噩耗 和一顿没有包完的饺子 成了刻在陈雷心里永远的痛 陈雷更是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 那就是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消防员 于是2005年警校毕业的陈雷加入消防队伍 如今工作十几年 陈雷荣获个人三等功两次 全省优秀基层干部一次 多次嘉奖以及先进楷模等荣誉 陈雷说父亲去世的时候是37岁 而今年正好自己也是37岁 他一定要把责任扛在肩上 把父亲未尽的事业完成好 英雄的离去与牺牲 我们每个人都是铭记在心的 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沉浸在30名 梁山救火英雄离去的巨大悲痛当中 不过与此同时有一场温暖的行动 在很多地方也是悄无声息的发生着 全国多地的消防员呢 也都收到了一份份匿名的礼物 而且还附带着暖心的留言 我们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成为就是问天工 在甚至是这个车上の一代 就到岛顶旁边了 就上去了岛顶旁边了 我当时上去问他是给谁的 他说纸条上有 当我回来看完纸条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身为消防员 保护人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 就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也愿我们所有的消防 从地像纸条上写的一样 每次出境都能平安归来 为消防员们 也为这些热心的市民点赞 今天就是清明节假期了 那么从5号零时起到7号的24时 全国高速公路将对7座 及以下小型客车 实行免收通行费政策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 清明假期的公路出行预测报告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清明假期公众出行以旅游 探亲 祭祖 扫墓为主 由于假期时间相对较短 长途出行更趋向于飞机与高铁 公路出行以中短途出行为主 小客车自驾出行比例相对较高 预计假期第一天 也就是5号的9点到11点左右 全国公路网交通流量达到峰值 约为平日5倍 7号的17点到19点左右 形成反乘小高峰 拥挤程度约为平日4倍 8号将恢复到日常水平 清明假期 全国公路网车流量地域分布 差异性大 人口众多 路网发达 经济水平较高的 长三角 珠三角 金金冀 及成余地区 仍然是车流量大的区域 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 扫墓 踏青 春游 加上小客车高速免费通行 也让各地的通行压力增大了 那么从今天早上开始 护航高速的流量就在不断地变大 此刻我的同事高瑶 就在这户主线的收费站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高瑶 早上好 此刻护航高速的交通流量情况如何 当地有没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疏导大流量交通呢 主持人好 早上好 我现在就是在这户主线的收费站 也就是浙江和上海的交界处 过了我身后的这个收费站 就是浙江的地界了 而我旁边就是护航高速 此刻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护航高速的 一个交通流量的情况 此刻无人机行进的方向 就是上海往浙江的方向 如果说以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 作为一个分界线的话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道路两边它的车流量的不同 也就是说上海往浙江方向的车流量 要明显地多一些 也就是说这个清明小长假 上海人出游出行踏青的人数要多一些 而此时此刻呢 经过这户主线收费站的车流量 是已经达到了 两万两千五百零六辆 比着去年同比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 看来今年的交通出行的压力 比着去年还要大 那我是如何 在现场直播的情况之下 实时地爆出这样一个交通流量呢 来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里边此刻是拿了一个派的 在这个派的上 我访问的是 我们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的一个后台 智慧高速监控指挥管理系统 在这个系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实时的浙户主线的车流量 包括进浙江省和出浙江省的车流量 以及像嘉京长这样的一些服务区的车流量 并且我们还能看到 整个浙江省高速的一个交通的热力图 有了这样的大数据的分析 以及整个数据的显示 可以为我们的高速公路的路政管理部门 他们的及时处置 提前预警 以及及时采取措施 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而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不仅仅是为管理部门提供帮助 还为私承人员 也提供着很多的帮助 比如说此刻 我们通过航拍画面 可以看到 在高速公路的路面上 还有很多的提示牌 像这些提示牌 我们能够看到 有绿色和红色这样的显示 绿色就表示着 整个交通的流量 是比较畅通的 而到了杭州方向 我们看到是 有一小块是红色的 红色就表示 杭州方向是比较拥堵 而且对于下一个服务区 以及下一个高速的出入口 它都有了一个预计的时间 这都为我们的私承人员 做了很多很多的提前的安排 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当然有了大数据分析之后 它会为我们 整个高速公路的管理 提供着更加智慧 更加便捷 更加高效的一些帮助 当然也少不了 路面警力的增加和巡查 比如说此刻 我们可以看到我旁边 这里此刻停了很多的 一些应急的救援车辆 比如说有应急的巡逻车 有防撞的缓冲车 还有拖车 一旦高速公路上出现任何的突发的情况 这些车辆都会及时的出发 而经过我们的智慧大数据的预警 这些车辆也会进行提前的步点 到达有可能发生事故的地方 而浙江省交通集团 对他们的要求是20分钟的时间里面 必须要到达事故的现场 开始进行处置了 除了这些应急救援车辆 我们还能看到这边 还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服务台 为过往的一些车辆和私承人员 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 比如说在这里准备了免费的茶水 矿泉水 以及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行车指南 地图 医药箱 工具箱等等等等 提供这些必要的帮助 也是为了能够为这些私承人员 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以及咨询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护航高速的流量就已经大起来了 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拍摄了 护航高速交通流量的一个情况 从昨天晚上的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核心元素就是一个 那就是提醒私承人员 一定要不要疲劳驾驶 毕竟疲劳驾驶有可能会导致 不安全因素的发生 因此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比如说像设置这样的一些反光板 不断地提醒 比如说一些激光束 还有震荡弹 不断地给人听觉和触节上 以刺激 以防止私承人员疲劳驾驶 而今天我也会在护航高速的主线 不断实时观察着这里的 整个一个交通流量的情况 以及是否会有事故 或者说突发事件的发生 也会及时地为大家带来 相应的现场直播 好的 谢谢高瑶从现场带来的现场连线 如今清明节假期外出踏青 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了 那么据了解 今年清明节小长假 预计将超过1.1亿人次出游 大家也将再次遍布 国内国外的很多热门景点 全球也迎来了中国假日 首先来看一下 最热门的国内度假目的地 从国内邮订单看 三亚 桂林 厦门 昆明 张家界 预计将成为清明节期间 人气最高的旅游城市 而上海 北京 成都 广州和重庆的游客 更喜欢在清明节出行 那么今年清明小长假 哪些景区最火热 数据显示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最为火热 其余依次为故宫西唐古镇 源头主和百里杜鹃风景区 另外清明节期间的免费景区排行榜中 西湖风景区无可争议排行第一 天安门广场 南京夫子庙 重庆红崖洞 上海外滩紧追其后 如今回归自然的森林旅游 也渐渐成为一种新时尚 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森林公园 广受游客青睐 其中最热门的森林公园 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和深圳凤凰山森林公园 最后来看看出镜游方面 泰国 日本 越南 预计将成为最受欢迎的 出镜自由行目的地 出游自然是要会准备一些装备 那么为了清明出游 大家都进行了哪些购物准备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踏青出游最少不了的装备是什么呢 数据显示 三月下旬 手持稳定器的销量 同比增长40.1% 三脚架和相机的销量 则分别增长54.3%和35.4% 而购买三脚架和相机的消费者中 60后和70后人群占12.5% 比起年轻人的抖音神器 中年人的镜头世界才是都挺好 当然 不同性别的消费者也呈现出了鲜明的购物特色 数据显示 预定机票酒店购买景点门票的消费者中 有55%为男性 而购买防晒霜遮阳镜太阳伞的消费者中 女性占比则在70%左右 果然是男性负责制定计划 女性负责貌美如花 计划和装备都有了 好吃的也不能少 清明时节的网红食物青团 近期再次热销 数据显示 3月20号至31号 青团的销量 环比增长了509% 其中细腻顺滑的豆沙馅青团 完美俘获了淘宝上75%女生的味蕾 有意思的是 这次南北不再争吵青团的吃法 腊后回甘 反倒成为本季潮流 青团与老干妈组合订单 增长了79% 好 我们再来看新闻 很多人都知道 这高空抛物是存在着 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的 一旦砸到人 轻则造成受伤 重则可能会致人死亡 然而偏偏有人任性而为 近日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小区 有人在装修的时候 是将建筑垃圾 直接从五楼直接抛下 场面相当惊险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下的两三天是爱钱的 是吧 这个不好多小的 你看爱唱着这个唱着就下来 那些都在人身那些人就死掉 我承认说 这个就是状态 你看看 从高楼往下扔什么都不应该 更何况是这些装修垃圾 万幸的是没有砸到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贪图一时方便 致安全隐患于不顾 将建筑垃圾直接从高空抛下 这种行为不仅是不文明 而且还非常的危险 根据科学测算 一枚中30颗的鸡蛋从4楼抛下 如果砸到人会让人红肿起包 从18楼抛下 一旦砸到人就砸破行人的头骨 而从30楼抛下则会使人当场死亡 只有让高空抛物者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些人乱丢东西之前 才会有所顾忌 有所敬畏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新闻 前不久在上海 有一对夫妻早晨急着去上班 就遇到了自家车被堵住的事情 可是他们却采取了一种 不太理智的处理方式 您看看这原本有理的一方 偏偏不理智不让步 冲动行事 做出违法举动 后果只能是害人又害己 相反 这被撞的一方 虽然是受害者 但是也不应该随便乱停车 至少在态度上应该更加的谦和一些 虽然上班着急 我们也是理解 但是车位不足属于现实问题 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 就更需要大家谦和礼让 相互理解了 当了别人的车 记得要留下这个联系方式 接到挪车电话 也应该尽快地给人腾地儿 与人方便 就是与己方便 说的没错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 昨天下午三点多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内环路高架桥 一辆正在行驶的大巴车 是突然发生了火灾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这辆由广州开往赵庆的旅游大巴车 在途经广州市海珠区内环路东小南时 车辆后面发动机位置发生自燃 冒起濃烟 司机发现后立刻停车 让车上14名乘客下车 所有人撤离到安全位置后 司机拨打了119报警 火势越来越大 不到十分钟 这辆大巴车被烧成了一副骨架 几分钟后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开始扑救火灾 经过20分钟 火被完全扑灭 事故导致广州市内环路 北往南方向交通管制 下午五点 这辆大巴车被脱离现场 随后交通全面恢复通行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近日在贵州没谈 一位小轿车司机 错把油门当刹车 将车直接开进河中 路过的群众 见状立即跳入河中试救 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 当天下午6点12分 一辆黑色轿车 正在河上方道路行驶 当行驶至下坡路段时 车速突然加快 来不及转弯的小轿车 直接冲进河中 一位路过的群众 看到后立即跳入河中 同时住在附近的两人 也相继跳入河中展开营救 在岸上众人的帮助下 三人利用绳索将车 固定在离岸边较近的位置 破窗后将驾驶员救出 当天下午6点20分 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闻讯赶来的民警 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驾驶员并无大案 经询问得知 当天驾驶员开车 行驶至此路段时 由于对路况不熟 又在下坡时 不慎把油门当刹车踩了 车辆失控后 直接冲进了河中 今日河北省邯郸市交警 魏县大队接到派警 在魏丰县上发生了一起 严重的两车相撞事故 这时车上两人被困河中 轻型货车上的二人 被困河中 情况十分危急 民警迅速联系当地消防人员 利用救生艇 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事故民警迅速对现场进行勘查 由于轻型货车的驾驶人 已被送往医院 民警向黑色轿车的驾驶人 询问事发经过 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早上 路上行人车辆十分稀少 黑色小轿车由南向北 行驶至魏丰县钉子路口向左转 由于未能减速离让执行 语言魏丰县由东向西行驶的 轻型普通货车发生相撞 导致货车撞坏侧栏 掉入河中 经过我们现场勘查 之后调查取证 认定了黑色小车车转弯未让执行 负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 今天我们财经频道 春耕走一线的节目 要带您去到的是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在那里的万物梯田上 娇农们正在忙着给辣椒移苗 今年那里的辣椒种植情况怎么样 马上来连线 我们在前方的记者李鸿苗 鸿苗早上好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位于重庆东部的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桥头镇 当地的春耕 是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 当地的村民也已经走向了前头 开始了新年的辣椒种植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 他们有一个顺口溜 叫春天一片绿 春天一片白 夏天一片绿 秋天一片红 这个春天一片白 是因为在辣椒的种植之前 是需要提前铺设一层白白的薄膜 而夏天的一片绿 就是指辣椒在生长过程当中 这个绿叶映在大山之中 而秋天的一片红 顾名思义 就是红红的辣椒果 已经挂满了枝头 现在正值春季 春耕也已经开始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的薄膜 已经铺设上来了 现在薄膜的壁上 已经附上了一些水珠 其实这样就是薄膜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锁住土地里的水分 使这个土地的水分 保持在60%到70% 这个是非常有利于 这个辣椒的一个生长 所以说这个薄膜的铺设 一般是在这个辣椒种植前一周 最好是在春雨过后 进行一个铺设 同时呢 这个薄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控温的功能 其实像现在这个温度 对于辣椒的生长来说 温度还是稍微低了一些 所以说这个薄膜 现在会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而到了重庆的夏天会非常的炎热 到时这个薄膜又会起到一个 非常降稳的一个作用 同时呢 这个薄膜对于杂草的生长 还有一些抑制的作用 包括夏季雨水来临之后 防止雨水将土地里的肥料 进行一个冲刷 对我了解啊 重庆的石柱 它的辣椒种植是一年一收 也就是说来年这个辣椒 还要重新种植的育苗 所以说辣椒种植之前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的翻地 和北方的平原地区相比 当地是一个山区地形 它的田地啊 大部分是梯田的 所以说北方那种大型的机械 并不能够在这里发挥作用 而这边使用呢 都是一些小型的机械 比如说一些小型的手扶的 这种翻地机或者人工进行一些翻地 而在翻地之外呢 这个下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它要对这个底肥的一个施 当地施这个底肥啊 它包括两种肥 一个是有机肥 再一个就是符合肥 这个有机肥呢 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农家肥 而这个符合肥呢 当地这个辣椒种植 农业专家还专门研制出来了一种 叫辣椒专用的符合肥 它和普通的符合肥相比起来 它的主要特点是 它的甲和磷的含量会稍微高一些 更适合这个辣椒的一个生殖 据我了解整个石柱 它的耕地面积大概是近90万亩的一个面积 而辣椒的种植就是达到了30万亩 其中每年的产量是能够达到30万吨 2018年据他们统计 整个辣椒产业是给当地带来了总产值是18个亿 而包括辣椒产业当中的一些 深加工或初加工的一些工厂 会给当地的农民提供很多的这种就业的机会 所以说它对于当地的扶贫攻坚工作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现在当地的村民们都已经到了田里面 开始了新年的辣椒春种 而等待他们的将是几个月之后的 夏季一片绿和秋季的一片红 好 主持人 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清明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镜 那今天的9点51分将会迎来24节期中的清明 在民间我们有很多习俗 比如说清明要去踏青 寒石 扫墓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去浙江地区了解一下当地的习俗 淀你 请不吝点赞 农je 转发 打赞 农je 员 赞詐 此时 全部农的农的农业 好了 我的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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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都不 дов得了 等待在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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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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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鞘市场 当地村民也因此得意 而今年当地苦损遭遇小年 产量减少了50%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 当地村民的收入 如今中桥村家家户户都种起了苦损 全村苦损的种植面积超过了3000亩 通过整合资源 当地还建起了合作社 将苦损的销售渠道 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仅苦损一项 就为全村带来了2000多万的收入 春晚花开正是踏青赏花的大好世界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藏皇县万亩樱桃花 静香绽放 花团锦簇 而在河北省平泉市 改海沟村的大鹏樱桃种植基地里 收到了收获的季节 经营透红的大樱桃市挂满之头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在河北石家庄市 藏皇县报家滩村的樱桃园里 放眼望去 一排排整齐的樱桃树上 一簇簇白花 蜜蜜扎扎的开满之头 有的含苞待放 有的含羞半掩面 有的花瓣舒展 千姿百态 啥是好看 游客们徜徉在满树 灿若芳华的樱桃花下 或拍照留念 或观赏游玩 没想到这么大片的大片的樱桃花开着 真的挺漂亮 然后过来之后空气也挺好的 然后我们几个玩得挺开心的 有一种心晃深意的感觉 在走进河北平泉的樱桃大棚 一颗颗红桃铜亮晶晶 圆润饱满的大樱桃 挂满之头 让人垂涎欲滴 记者看到 不少钻到大棚里的游客 一边忙着品尝采摘新鲜的果实 一边拍起照留念 今天来到这个樱桃大棚里 看这个樱桃又大又鲜艳 进来之后顿时这心情也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樱桃吃起来也非常的甜 大樱桃不仅让游客享受采摘的乐趣 也让这里的农民鼓起了腰包 正在管理大棚樱桃的果农 好手艺 种植大棚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 他总结出了大棚樱桃提前上市的经验 他说物以稀为贵 只要成熟早质量好 价格自然就高 这些肉财的客户特多 都打电话预约提前预约 天天都能卖到百万十斤吧 这个樱桃一棵树 薄树的估计也就是四五十斤 我这四十多棵树 我这第一年能两千多斤 两千多斤现在采摘的价格是七八十 我这一年下领了十四万块钱 四月初正值是繁花盛开的季节 各地各式的花会是镜像开放 美丽的景色也吸引了大批游客 踏青赏花 在河北石家庄晋州市 周家庄的三千多亩梨园里 洁白的梨花一团团 一簇簇挂满了枝头 远远望去犹如一望无际的花海 而洁白的梨花树下 金黄的油菜花 紫色的二月蓝也迎风绽放 构成了一幅缤纷画卷 游客们漫步其中 或赏花或拍照留念 尽情地享受着春天的美景 你看这遍地里边 有这个黄色的油菜花 也有这个紫色的 还有这个白色的这个梨花 这个色彩比较缤纷 就是给人一种这种 春天万物复苏 色彩缤纷 就是心情老美丽了那种感觉 走进江苏肃谦市 肃域区的梨园湾景区 一簇簇雪白的梨花 迎着春风 舒展着美妙的身姿 不少游客带着家人 朋友来到梨花树下 近距离观赏 尽享梨花的芬芳 这边景色很美 我今天和妈妈和姐姐 来这边玩很开心 在淮河源头 河南铜百县 万亩梯田桃花 酝酿出了它们最好的姿色 正娇艳绽放 桃树种在梯刺山坡上 梯田层层 桃花遍野 把整个山谷 装扮得十分美丽 在桃花盛开的季节 当地的乡村旅游 也红火起来了 游客来了 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 两个月后 桃子陆续成熟上市 通过网络等渠道销售国品 帮助当地村民 实现了脱贫致富 钢铁侠的高科技飞行盔甲 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现在3D打印 或许能够帮你实现梦想 当地时间3号 由英国一家科创公司 开发的一款3D打印 喷气式飞行服 亮相美国纽约 吴卫号航母海空博物馆 进行首次公开飞行 这款3D打印飞行服 由英国仲利工业公司制造 这家公司是发明家 理查德·布朗宁 在2017年创立的 飞行服由3D打印的 尼龙和铝组装而成 共有5个涡轮喷气发动机 两条手臂上 各有两个较小的发动机 另有一个较大的位于背部 这些发动机 可以使用多种燃料 3号当天 仲利工业公司的 添加剂设计主管 山姆·罗杰斯 穿戴了新飞行服 并多次掩饰起飞 旋停和降落 此次飞行中 发动机使用的是柴油 罗杰斯表示 这次飞行非常顺利 这次飞行非常顺利 在开始的飞行中 因为我们在天的温度 设计上升降落 然后飞行上升降落 然后再次飞行 然后再次飞行 所以对 感觉非常好 此次仲利工业公司来到纽约 是为了参加一场 以设计与未来为主题的峰会 由英国政府赞助 旨在展示英国在创新 和设计方面的成果 北美国际贸易 英国主管罗斯·艾伦表示 英国将展示 在各个领域的长期创新 从长远来看 英国未来 仍是一个投资 贸易和做生意的好地方 设计未来峰会 于当地时间4月4号 在纽约举行 3号被称为 世界上最独特的水下工作室 在比利时与大家见面了 让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这样一个为电影拍摄而生的工作室 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这个空间极大的水下工作室 配有制造水中波浪 和大风天气的相应设备 可以为任何有所需要的电影 带来完美的风暴场景 工作室还包括一个 可移动的地板箱 可以自由潜入水中 此外 船或其他道具 也可以随时被吊起放入水中 工作室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对演员进行入水训练 本周三 工作室对媒体和投资者开放 并进行了功能展示 在一场表演中 男女主演遭遇了风暴 巨浪使他们的船翻覆 闪电狂闪不止 现场场景逼真震撼 我们有制作者和电影家 来说 我还有这个情况 在五年里的船上 在五年里的船上 但这里是可能 可以在安全的方法 该工作室有比利时 弗兰德区政府 一个机构出资11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830万搭建而成 尽管这个工作室 才刚刚在大众面前亮相 但据了解 瑞典导演赫登 已经于一月份 为他的芯片 在此工作室取景 而这也将成为第一部 使用这个全新水下工作室 完成部分拍摄的电影作品 4月3号晚 唱响三门侠歌曲 争计评选活动颁奖典礼 在三门侠国际文博城 大剧院举行 魅力中国城 三门侠用歌声 再次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河南省三门侠市 举办的这次 唱响三门侠歌曲 有奖征集评选活动 自2018年6月20号发布以来 面向全国征集优秀音乐作品 网络点击量超过2.3亿人次 征集活动 共收到全国各地音乐作品530首 作者地域分布 覆盖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 经过多轮评审 参考网络投票和社会评议结果 结合专家评审意见 最终评选出36首获奖作品 来自广东茂名的词曲作家 薛永嘉创作的天鹅之城 获得了本次评选活动的一等奖 在我的眼里三门侠 它是个美丽的天鹅之城 人与自然 人与天鹅之间那种善意 那种真诚 是我写这首歌的初衷 这次的获奖作品 以自然山水 宜居城市 黄河明珠 文化圣地 天鹅之城等为主题 通俗易懂 容易传唱 这次畅想三门侠活动 是继魅力中国城后 三门侠再次以文化为媒 助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好 进入读书时间 今天要说的推荐的这本书是 再孤单的人也有同类 这是一本以孤独和成长 为主题的散文集 收录了余光中 蒋勋 朱天心 这些作家的精美散文 如果您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 现在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摇一摇 摇动手机进入到抽奖一面 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出50本好书 在这还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留下您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我们才能够把书送到您的手上 好 节目的最后 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说的是亲人 我想告诉你 来听听网友们的心声 网友时光无声说 时间越久越是想念 母亲走的时候 我年龄尚小 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现在只想说 妈妈 我很想念你 网友马哲说了 想起了小时候 奶奶背着篮子 牵着我的手去挖野菜 也想起了爷爷在桌岸边 长椅上喝酒的样子 网友三明桑说 姥姥不会宠溺我 却是我儿时的守护神 人生第一位导师 在上高中的时候 她离开了我 而我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今天想说 姥姥爱你 哇 都是催泪的 没错 其实说到七明节 大家总有太多的话 想对已故的亲人讲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 想念放在心中 欢迎各位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 在央视财经客户端 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好 今天第一时间 就是这些内容 明天我们再见 明天见 分享阳光 分担风雨 第一时间 第一印象 继续来说天气 这当最天气 我们来说一说 最叙事待发的气温 今后三天的清明假期 全国雨雪不多 不强 比如说今天 主要是分布在 东北 新疆 西南和华南的一些区域 小雨雪为主 而明天 东北和新疆的降雪 会略微增多 另外西南到华南的成片区域 依然会有雨水落下 到了后天 西部的降雪会有所发展 另外 西南到华南这里 仍然是有不少地方 是雨水的集中区域 而在全国其他更多的地方 假期三天 对于出行是比较有利的 雨雪稀少 好天气 希望能够为各位的出行 保驾护航 当然气温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今后几天 气温会在很多地方 蓄势待发 散播热情 比如说今天 在冷空气影响之下 东北 华北会有些降温 但是在全国其他很多地方 气温升幅还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南方 最高气温方面 不少地方都会达到 或者超过25度 而到了明天 降温的区域依然有 主要是在北方的 内蒙古大部 华北以及西北的一些地方 当然升温的区域更广一些 尤其是最高气温方面 明天我们预计在西北地区东部 和南方的江南局地 甚至会达到超过30度 省会集成时当中 比如说古城西安 今后三天最高气温 都能达到30度 真的是有夏天到来的既视感 不过最低气温 基本上是打了个对折还要多 所以我们提醒各位 假期期间 全国各位一定要关注 最高气温同时 关注一下最低气温 早出晚归 多穿些 北京晴转多元 8到21摄氏度 哈尔滨雨加雪转 请零下4度到7度 长春多元 零下1度到9度 沈阳请转多元 2到13度 天津请8到19度 呼号特请3到23度 乌鲁木齐请10到20度 银川请11到26度 西宁请转多元 零下3度到18度 兰州请7到26度 西安请9到30度 拉萨小雨转 请零度到14度 成都请14到27度 重庆多元13到26度 贵阳多元10到19度 昆明镇雨8到24度 太原请3到27度 石家庄请转多元10到24度 济南请16到26度 郑州请15到28度 核肥多元12到25度 南京请13到25度 上海多云转情14到23度 武汉多云转情12到24度 长沙多元13到24度 南昌多元11到23度 杭州多元13到24度 福州多元16到27度 台北阴转多元19到23度 南宁烟16到23度 海口小雨转多元23到30度 广州多元20到28度 香港多元22到26度 澳门多元22到26度 北京请转多元8到21度 中文字幕提供